你 郡主 确定要这么做吗 现在除了见平原公主 让她表态支持我和马家军 我别无他法 可是你不是不赞同 急冲这种做法吗 我是不想把她再牵扯进来了 我麻烦她的已经够多了 我也不想让她跟晋王的父子关系 更加恶化 好 为了郡主 我豁出去了 没想到 平原公主跟我娘的生辰是同一天 竟然还都喜欢女落草 你还没带吗 我记得她还要 这种词 我也不怕 还不怕 是 你还不怕 不然 我还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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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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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怕 你还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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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吗 马摘星参见平原公主 你们是什么人 胆敢擅守唐星参 来人 得罪 公主殿下无须害怕 我今日前来 是有一事相求 方才让公主殿下受到惊吓 十分抱歉 还望见谅 本公主听晋王提过马郡主 虽不知你所求何事 但我定爱莫能重 马郡主请回吧 我今日所求的 正是公主殿下 日日夜夜以来 一直所盼望的 家乡的百姓 能够安居乐业 晋王自有安排 奉劝郡主 无需操之过急 我一刻都无法忍 公主殿下心怀国仇 难道还要继续一人再忍吗 我一介弱女子 若非幸得晋王收留庇护 怕早就不活于人世了 报仇二字 说来痛快 若是受冲动驱使 恐怕仇还未报 人已命丧皇权 但是眼下的形势不能再拖了 再拖下去 晋国便会失去 主动进钩的时机 所以摘星才会如此急迫 若是公主殿下 去请求晋王 肯请她尽快发兵争讨楚奎 说不定她会愿意听 毕竟楚奎 也是面宁满门的刽子手 刑事时机 我都不懂 劝郡主 别白费心思 可是摘星明白 公主殿下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无法言说的苦 这些痛苦 无法向外人诉说 只能藏在心底 白天安静度日 夜晚噩梦来袭 时间越是久长 就越痛苦 独自一人 承受着这些巨大 且无法消灭的仇恨 没有尽头 郡主确实说中了 我多年的心思 可纵然郡主豪气壮志 但本公主听闻 马家军似是精兵汉将 但如今却群龙无首 君记松散 已不如以往壮大 那就恳请公主殿下 随摘星走一趟 眼见为时 女罗草 也是我娘生前最喜欢的花 亦为王女 想 真是太想了 公主殿下 你的容貌 与本公主的一位故人神父 你的娘亲可是杨国人 当然 只剩我娘出身贫寒 后来嫁于我爹为妾 公主殿下 不可能认识我娘的 可不知为何 我对郡主总有一种熟悉感 可能是我们 同样喜欢女罗草吧 那 我随你去 多谢公主殿下 马家军定不会让你失望 后院有个小禁 可以出去 不必惊毒守卫们 好 快过来 这 来来来 找一个 这 快快快 快快 去 快点 来呀 承过来 找个孩子 救我們 来 来来来来来 不要再奔波了 你们好这样呢 怎么办 走吧 这儿 这儿 这边 快快看 王子俩 这便是郡主 要让我看到 马家军果真如晋王所言呢 郡主来了 安静 站好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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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马靖 郡主 吃饭了没有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毫无纪律可言 这就是离人文风丧胆的 马家军吗 郡主 我可以解释 这个 马爷韩 一切兼我亲眼所见 还解释什么 我命你 即刻整军操练 否则军阀处置 是 郡主 结合 郡主 公主殿下 是摘星未经到督岛之责 让您见效了 今日之事必事出有因 还请公主殿下 再给马家军一次机会 不要对其失望 既然郡主如此有心 那就让我见识一下 你口中 威震天下的马家军 多谢公主 我